皮面波的偏正 偏正我们可以有线偏正 圆偏正 椭圆偏正 然后你怎么样去判定它是什么样的偏正 我们底下就开始介绍 在空间某一个定点 这电磁波的实斜的形态 实斜形态 就在这个某一定点 电磁波传到某一定点 那实斜形态的电磁波 它在这个时候 在那一定点 它的震荡 本来本来说是上下震荡 它可能会变 波的偏正状态 可由电场相当尖端的位置 随时间变化的轨迹予以表述 就是说怎么变化呢 电场的震荡 我们可以用箭头表示 如果箭头固定 朝某一个方向 但是它大小在变动的时候 那就是比如说 X偏正 Y偏正等等 但是有一种 箭头 位置会变 改变 它不是永远朝上 慢慢改变 可能它的轨迹是一个圆形 轨迹可能是一个椭圆形 那这个时候我们称它叫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偏正呢 就是说如果 如果轨迹 这好像还少了一页 我看看 少了一页 对 少了一页东西 怎么会把它 跳了一页 跳了一页 就是少了一点东西 空间某一定点 这个有啊 这个没有少 没有少 就是接下来就是了 如果轨迹为直线 就称为直线偏正 如果轨迹是圆形 就称为圆形偏正 Circular Polarized 如果轨迹是椭圆形 我们就称它叫做椭圆偏正 Elliptically Polarized 另外如果像阳光 或者灯光 我们的日光灯 它有许多光点 是做线性偏正 但是它的方向是 哪个方向都有 不是大家朝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坡 它就是叫做非偏正坡 它正当的方向 哪个方向都有 另外 向天空散射的阳光 阳光 也等于说阳光 射到某一个物体 比如说某一个分子 然后它散射出来的光 或者是光滑物体的表面 有入射光进去 经过反射以后 这个反射光 跟这个散射光 它是一部分是偏正坡 一部分是非偏正坡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称它 叫做部分偏正 partially polarized OK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第一个介绍 这个线性的偏正坡 假设有一个均匀平面波 它的复苏电场是这个样子 它是这样子的 这是正方向传播的 不是 不是 它是 它现在是 它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 X方向震荡 固定在X方向震荡 另外有一个component 是固定在Y方向震荡 固定震荡 好 那我们把这个 从X方向固定震荡的波 把它写成这样子 正幅是 E 0X 这是它的正幅 然后 它有一个face 就是 5X 把它归并在这个 向子 face factor里面 像因子里面 这个也是一样 它有一个反射波的整幅 然后它有 它的像是5Y 出像 出像角 我们把它归并在这里 就变成这样子 整个这个 我们称它叫做 电场 这个就是 它的方向 这个方向 不是迪卡尔坐标的 也不是圆坐标 也不是什么 它就是说 是电场的方向 电场的方向 在这里 我们这里有X方向 的component 有Y方向的component 好 Z等于零处 实现电场的 X及Y分量 我们可以把它表示 把这个 把它变成两个 一个是X分量 它的X分量 就是这个 X分量 正幅是这么大 然后 这是它的initial phase 我们就取它的real real 它就变成 现在是固定点 Z等于零 Z等于零 所以只有这个东西 然后 这个 就是它的y component 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这个是5Y Z等于零了 OK 好 假如 假如这样的一个por 它的phase difference 5Y-5Z 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是指定 5Y-5Z 是它的 phase difference 假定是零 或者是π的时候 或者是π的时候 那么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还是 保持原来的样子 这个呢 它就可以变成 10Y cosωt 加φY φY就等于什么 或者等于φX 或者等于 φX加π 如果是φX的话 它就是这个 如果φX加π的话 它就是负值 OK 那么 我们把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 比一比 这一下 比上X 这个是零 零 比一下 那这个呢 当然也是零了 不是不是这个 z是零 Omega T 这也是 Omega T加φX 这也是Omega T加φX 所以这一比 右边就变成正负 E零Y 比上E零X 我们把这个式子 重写一下 就变成 E零T 这Po 在Z等于零的 这个瞬间 它的电厂 要等于 它跟这个X电厂之间 有一种关系 Y Component跟X Component 有一种关系 就是等于它正负 的笔质 或者是正的 或者是负的 那这样的一个式子 它就像我们画的这样 这是E零Y EY零T EX零T 那这个就变成 正的话呢 就表示说 这个是这一条 邪律是在这里 是正的 如果是负的话 就表示 这个正当 是这样子的 这是指EX零T 跟Y零T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们的关系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两个Component 里头 它的Face Differences 是零或者Pi 还有 如果你这个 这个零或者Pi 就好了 那它都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限篇证 都是限篇证 这个邪律 或者证或者负 所以电磁波 我们讲的电磁波 在这个条件之下 它是一种限篇证 底下我们介绍 圆篇证 Circular Polarization 如果还是这个式子 电磁波 它的Face Difference 是正负二分子拍 而它的笔值 这个正负的笔值 等于1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电磁波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X Component 写成这个 Y Component Y Component呢 Y Component 这个 是EY的 它这里本来有个PhiY PhiY就等于 或者是PhiX加正 二分子拍 或者PhiX加负二分子拍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 我们把二分子拍 Cos这个角 加二分子拍 加减 可以变成 如果是加二分子拍 这变成第二向前角 是负的 减二分子拍 就是第一向前角 真的 10T 这应该是0T 这应该是0T 才对 因为我们已经 Z固定了 所以这是0T 是这个 0T Y0T 是这个字 我们就看看 这两个现在之间 有什么关系 从以上两个式子 我们可以得到 如果两端都平方 这一端平方 这一端平方 加上这一端的平方 加这一端平方 左边平方是这个 右边平方 因为cos平方 加3平方 同一个角 就是1了 那就剩下 10X平方 或者是 因为这两个相等 或者是 EYX平方 我们就令这个 是叫做R 就是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 圆方程的一个 圆的方程是 半径为0 而半径为R 所以有上司得知 这个函数 跟这个函数 的关系 是半径为R的一个 圆方程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说 平面电磁波 两个平面电磁波 它的 Face difference 如果是正二分之拍 或者是负二分之拍 它的 amplitude 就是笔子等于1的话 这是一种 圆片正波 圆片正波 我们休息一下再往下讲 好 我们刚刚是讲到 这个波 圆片正波 就是说 如果这个 这个 X component 跟Y component 它的Face difference 是二分之拍 不管是正的 还是二的 还是负的 那么 正幅的比值是1的话 它这种条件下的 这个 这个偏正形态 就是圆偏正 不过圆偏正 又可以分为 左旋圆偏正 与右旋圆偏正 两种情况 当 我们看 如果 Delta 就是 相差 是正二分之拍的时候 这两个波的形态 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是 phiX 那这个就是 phiY phiY就变成 phiX加二分之拍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看 这定点 定点就是 Z等于0 这里已经没有Z了 就Z等于0那一点 好 那么 我们就 假设好了 假设 phiX等于0好了 这个等于0好了 那这个就是 Omega T加二分之拍 这个就是 Omega T加二分之拍 那我们看 当Omega T等于0的时候 就是时间等于0的时候 这个的 这个就是R the X 它的横轴的component 是这个 它重轴的坐标 就是0 等于等我们看 那个 先把这个看完 我们再看那个图 但等于8分之拍的时候 这个 变小了 因为它是 这个值 0的时候 它是1 比0大 它就慢慢变小了 就0.922 好 那么 这边呢 就变大了 对不对 它 Cos解释就是Sine了 不过它 现在是 等于8分之拍 这个是8分之拍 8分之拍 加二分 加二分之拍 你加再看 加二分之拍 就变成 最后它的值是负的 就是说 它的投影 在X轴是正的 Y轴是负的 那就是这个箭头 稍微偏下面了 四分之拍的时候 这个更小了 那这个负的更多 现在我们看这个图好了 就是Omega T等0的时候 在这里 你看 这个时候 这个最大 EY是0 那Omega T等8分之拍的时候 8分之拍的时候 它的投影 变小了 这个投影 绝对值变大了 对不对 就往下 在4分之拍的时候 这投影变得更小 这个投影变得更大 所以你就看到 在这一点的光波 它的这个 政府 震荡的时候 它的 它的这个 就是 这等于它的Rotor Rotor 或者是一个 Facial 它的箭头就是 朝这个方向移动 这个方向移动 这个方向移动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就是说 你的大拇指 如果是朝到这个方向 迫到行进方向 小拇指是 它的移动方向 小拇指 是跟左手一样的 这叫做左旋 左旋 所以这个时候 Delta等于 二分之拍的时候 它是左旋 如果Delta等于 负二分之拍的时候 我们等等 前面会看到 这里就 当Delta等于 正二分之拍的时候 向量 Facial 这转动方向 就如图A所示的 左手螺旋法则 它适合 左手螺旋法则 所以这个时候 电磁波 我们称它叫做左旋 大拇指 是 行进方向 破的行进方向 小拇指 就是箭头 箭头转动的方向 叫左旋 好 我们再看 这是左旋 我们看这个 当这个等于 负二分之拍的时候 我们见电磁波 学生以下的两个形式 负二分之拍 这个当做零 这就是等于 负二分之拍 好 Omega等于零的时候 EXT等于R 就是这个还是零了 这个还是零了 那EY就是零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投影是最大 R 这个投影是零 这个投影是零 当你是等于八分之拍的时候 这个投影变小了 这个投影变小了 可是这个投影 它是正直变大 零开始变大 是正直 这怎么写两次 这个 应该少 好 没关系 我们说 这个 四分之拍的时候 这个是零点七零七R 这个也是零点七零七R 这四分之拍 这应该是八分之拍 我大概是按错扭了 还怎么搞 变成这样子 那就是说 这个时候 它的箭头是往这边跑 这个就是右手螺旋法则 这个是 这个 大拇指 大拇指是电磁波的 行进方向 那小拇指 就是 这个 飞手 转动的方向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称它叫做 右旋 圆偏正 第二个 负二分之拍的时候 是右旋 正二分之拍的时候 是左旋 所以从以上的结果 这个应该是八分之拍 我漏掉 不晓得这么高 按照这个就 以上的结果显示 当 Delta 是负二分之拍的时候 这是右旋 右手螺旋法则 像这个 所以这个电磁波是 右旋 好 再来我们看 椭圆片正 椭圆片正 如果 Delta等于零 就是 相差是零 而这两个正符不一样 就是我们讲的这两个 相差 不等于零 相差不等于零 然后这个 笔子又不是一 那它就是一种 椭圆片正 其实我们所有的波 都是椭圆片正的 你现片正跟圆片正 都是椭圆片正里面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举例说 假如 Face difference不是零 我们假定是正符二分之拍好了 但是A 就是正符的比值 它不是一 一的话它就是圆片正 它现在是二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片正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厂 分量写成这样子 零就是Z等于零 在Z等于零就是定点 Z等于零这一点 X的 X分量就写成这个样子 这是它的real 就是实数的 就是time harmonic form 那EY呢 EY就等于这个 本来是加这个 那这个就等于正负 等于5X加二分之拍 或者减二分之拍 如果是加二分之拍 这个就变成负的 扩散就是第二相线 减二分之拍就是正的 现在这两个 不一样 这是可算 这是sine 那我们就把 EX E0X 除过来 取平方 加上这个 E0X 也除过来 E0Y是两倍的E0X 把这个除过来 也平方一下 那这边就是平方 cos平方オメガT 加sine平方オメガT 就等于1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式子 这是一个椭圆方程式 长轴是这个 短轴是这个 这是一个椭圆方程式 就是说你这个正 这是Y轴的正当 X轴正 它这个坐标 是一个椭圆方程式 椭圆也可以分成 左旋跟圆 左旋椭圆偏正 跟右旋椭圆偏正 一样 我们就不花时间去分析 其实都是一样的 跟圆的情况是一样 好 你看这个 当Delta等于二分之pi的时候 你把它带到式子里头去 你会发现这个箭头 是往这个方向移动 那这就是左旋椭圆偏正 那这个呢 Delta等于正二分之pi的时候 它就是右旋椭圆偏正 右旋椭圆偏正 平面电磁波偏正方式的 简易分辨法 我们不要每一个电磁波 都要像前面那样分析 那这太麻烦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把它归纳成一种形态 让我们比较好来分辨 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一个平面电磁波的 X component 它的Y component 这个平面当然还是跟Z垂直的平面 像以上均匀平面波的Y分量 跟X分量的比值 写成这个形态 EY over EX 那就是EY在分子 EY在分母 EX在分母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 大小的比 然后再来一个5 这一笔就是5Y-5X 所以这是一个幅数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极形 这个就是A 它的正幅 这个就是Face Face difference 是5Y-5X 好 我们知道这个里头 A就代表这个 以后要记得 这是Y over X Delta就是5Y-5X 5Y-5X 比上这个 等于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倒出来的诗子 好 我们综合以前三节 前面我们讲过 线片证 圆片证 椭圆片证 我们来看看这个 前面三个都根据这个来判断 对不对 Pi等于零 Delta等于零 跟Pi的时候 是平面波 平面波为线片证 好 那个Face difference 是二分之π A等于1的时候 圆片证 如果这个Delta也不是零 就相差不是零 这个政府的比值 也不是1的时候 就是这个平面波 是个椭圆片证 这里就是说 实际上 均匀平面波 可视为椭圆片证波 它就是一个椭圆片证 线片证跟椭圆片证 线片证跟圆片证 只是椭圆片证中的特例而已 现在我们用偏证图 说明电磁波的偏证状态 这XY平面 或者是这个平面 或者我们用这个负面 上我们来看一看 这代表一个负面 Complex plane 这是X 这是Y 那X就是 Real 十轴 Y轴就是Imaginary 这个轴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看到 A等于1的时候 Delta等于0 或者是Pi 等于0就是这一边 Pi就是这一边 这都是线片证 它或者是这样片证 或者这样片证 或者这样片证 线片证 好 Delta等于正二分之π 或者是负二分之π 这正二分之π 这是负二分之一π 这个就是A等于1了 A等于1就是 这个轴 跟这个轴大小一样 这个圆圆圈就是代表 政府一样 好 只有正负二分之π 圆片证 这一边呢 正二分之π呢 是 Delta等于正二分之π 是左旋圆片证 如果是负二分之π呢 就是右旋圆片证 这样子的 好 我们现在 上图是偏正图 说明电磁波的偏正状态 上面图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弄得比较小 我们来看这个 偏正图是会在xy平面 或者是这个负面上面 当Delta介于零跟π之间 零跟π之间就是上面这个 A Delta介于负面的上半面 平面波是 左旋圆片证 如果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应该小于二分之π了 小于二分之π 在负面的下半面 平面波为右旋的圆片证 以后你把这个图 把它记住 就很容易了 如果Delta是零的话 或者是π Delta是零 就是这个角 零 或者是π 这个就是在十轴上面 在平面波在十轴上面 它是一个线片证 A等于1 这个 J等于Delta Delta等于二分之π 正负二分之π 那这个就等于 正负 J 因为这个就是π 如果是二分之π就是 就是J 如果是负二分之π就是负J 这个是一个原 这是一个原片证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与这个电场 相关就是跟它 跟它在一起的 跟它在一起的 这个H场 现在我们要问 有这个电波是这样子 电 电磁波的电场是这样 它的H场 现在我们要问 要问这个跟这个波 对应的H场 如果EX OX的 EOY 两个波的正幅相等 而且 Face difference 是二分之π 那么 H场的偏证方向是什么 其实这个 很好回答 你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 这个 圆 它是一个左旋圆片证 它H场也一定是 左旋圆片证 因为H场是跟它在一起的 你不可能这个是 左旋这个变右旋 不可能 不过我们 把它的式子写出来看看 H场 它跟电场的关系 知道电场 要求H场 就是这个 好 这个可以等于什么呢 AZ Cross 你把这个电场 写在这里 好 这个Cross以后就变成 AZ Cross AX 变成AY 正的 写在这里 AY Cross AX AZ 变成AZ 不是 AZ 称之AY 这是 负AX 好 这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个 那这一部分就算是H场的X分量 这一部分就是H场的Y分量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X分量 Y分量 这个就代表 这个 Y分量就代表 这个 好 Delta 5X 你不要单单击 5Y 减5X 是Delta 不是 它这个是 Y Component的Face 减到X Component的Face 是这样子的 因为它固定是 如果向Z方向传播 它就是 它有一定的方向 那这个 那这个 就是PhiY 这个PhiX 朝这里 这个减这个 它现在你看 X Component反而是PhiY了 Y Component反而是PhiX 所以说Phi是等于 它的Face 减掉这个的Face 二分之Phi 这个不要弄错了 然后A呢就是等于 这两个笔子 那就是等于 这个笔子 笔上这个笔子 等于负一 负一的话就变成什么呢 一成是Exponential J Phi次方 可以是这个 好 我们就把它带到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 最后我们化成这样的式子 那这个其实就是 Exponential J Phi 乘上 这个 Exponential J J 二分之Phi 就是说 你这两个的 真正的Face Difference 它是 它是二分之Phi 二分之Phi就是 J Exponential H Phi 也是左学原本 这其实我们一开手 就看出来了 好 这个例题是要说 市政 线篇正波 可以由 政府相同的一个左旋 跟一个右旋 原篇正波 合成而得到 线篇正波 可以 是 一个是 左旋 原篇正 一个是右旋 原篇正波 合成而得到 要证明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就 假设 有一个原 正Z方向 穿波的 线篇正波 这是线篇正波 线篇正波 它是 X X篇正 X篇正 它的Initial Face 等于0 好 这是线篇正波 就是 它原Z方向 穿波 它是这样 编证的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式子 配一配 就是说 这个式子 我可以把它 配成这个 那就是前面 AX 这个前面 你看 加起来不就是这个吗 只不过后面 这个 这一项是加的 这一项是减的 减掉就没有了 所以 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式子 那我们就说 这个式子 它是一个 Left Circular Polarized Way 左旋 圆篇正 这个是右旋 圆 篇正 好 那么我们先看看 为什么这是 左旋 圆 篇正 我们就把这个 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 我们就把它 分成两个分量 这是X分量 这乘这一项 这个乘这个 乘这个 是 后面这个分量 好 这两个分量 我们这个 还保留这个状态 我们现在把这个J 跟这个J Exponential的 这个两个指数 合并就变成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 令他说 这个是 X Component 它 像 比如说 它的 像 它是 initial phase 5X 这个 initial phase 5O 配成这个样子 那将来我们就可以 比较嘛 10X就是这个 10Y就是 就是这个字 就是这个字 好 我们现在就 这个不就变成这样吗 对不对 好 我们说 Ex等于这个 就是把它 故意把它写开一点而已 其实就是上面那个式子 现在我们看看 有我们说的标准式子 政府的比 这个比这个 就是这个比这个 是等于什么 就是这两个比之 这个比就是1了 Face的比呢 Face 就是 正二分子排 减到0就是这样 所以 它的A 就等于1 A就是 A 这个跟这个 这两个的增幅一样大 所以A等于1 而它的Delta Face difference 是二分子排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左旋圆编证 左旋圆编证 右旋圆编证也是一样 以上我们使用详细的做法 做释放 实际上 只要看 括弧内的像量 就可以得 得 A跟 Delta的值 现在以这个为例 你看 这个 这个式子是这个 那么它的正幅 就是这一项 你看这个正幅就是这个 我看我这里是把它 再写 更详细一点 210 AX 它前面是1 系数是1 那就是Exponential J0 这个加上AY 负J 就是Exponential 就是负 J 二分子排 是故意把它写的 详细的 以后我们直接看就知道 这个要等于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看到 它的正幅都一样 它前面的系数都是同这个 所以A就等于1 Face difference 后面就是负二分子排 这个是零 那它就是负二分子排 见零就等于负二分子排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右旋 圆篇正 对不对 右旋圆篇正 所以我们就证实 线篇正坡 可以由政府相同的一个 左旋跟一个右旋 圆篇正坡 合成而得 就会看到 咱们 把负二分子排 感谢观看